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我是王浅秋 今天我们讨论两个重要的议题 一开头就非常的让大家有感 我们社会到底怎么了 我们的孩子 一个一岁的孩子被虐杀至死 然后现在相关单位的说法 还让社会大众觉得有点离谱吧 你这样看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苏丹宏 他让我们每个人外食足 大家吃的佐料 人人自为 可是人家呢 现在终于被收押了啦 满身的名牌手表 都是我们望尘莫及 两三百万过着舒服的生活 我们先从这个孩子看起 整个社会价值 我们到刚刚在讨论 都还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 居然发生在台湾 这位化名叫凯凯的孩子 邻居放出来了疑似 当时在身亡之前 被录到的声音 在很晚很晚的深夜 捂着嘴巴在哭的那种声音 大家听得到心痛的那种无助 到底这个旁清流说 说是真的来晚了 真的很抱歉 这个绝望是来自于 亲楼下的邻居 录下来的 这样的孩子长期受到虐待 本来在第一个保姆的时候 看到拍他的照片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把这个照片放出来 这个孩子的 还胖胖胖胖的 看起来很好 结果才到这个另外 一个保姆家 就现在把他虐死 这个保姆家 眼神是无辜之外 身形立刻销售很明显 而且表情真的是不太好 小朋友的心情表情 展现了他在当时的处境跟状况 从每一张张的照片 都看到一个可爱的孩子 被虐待成这样 全身的伤痕累累 结果没有想到 儿福联盟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执行长白立方还在讲 我怎么可能去访试的时候 把孩子衣服都脱光光嘛 所以我看不到他的伤痕嘛 那这个是不是让一般的 这位社工团体的专业训练 会被打一个问号 这才会让很多在社工 当然社工他的人力不足 薪水很低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社工的专业 在每个个案里 一旦没有漏接的时候 你就可以救生命 台中社会局说 去年接获通报 进行过访试了解 但是这位当时被检举的保姆 都不讲话不回应 所以收集的证据也有限 如果在这一关 也有人有警觉的话 其实说不定 也可以把他救回来 就这一关一关通通没有救到 那照片里 刚刚我们看到画面里 这是保姆的画面 这个保姆今天被 因为上靠之后带走 全程在唾弃的这个画面 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 有人觉得 好像社会正义伸张吗 但是有社工团体工会就抗议了 他说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 他犯了什么做 他杀了孩子吗 不是啊 但是他去访试的时候 的确有没有涉嫌伪造 或者是轻忽让这个孩子的生命 白白的符合他职务上面 应该应尽的责任 而让一条小生命 被白白的牺牲掉 可是现在警方也说 应该台北市警局 警察局长跑出来讲话了 他说执行的人 有要疏失 还是要惩处的 因为不应该让这个戒具 手上的手铐这样 有羞辱的成分在 泄愤的成分在 猎物的成分在 那三十万交保之后 现在连带清德出来讲话了 执凡达文应该要注意比例原则 不应该让他们第一线 独自面对 社工的问题 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儿福联盟出来的处理跟回应 的确让更多的人觉得不满 这是发生什么事 儿福联盟出来 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虽然鞠躬盗窃 但是董事长林志佳 跟这位白信的执行长 两个人算苦笑吗 笑着来谈 牙齿掉的四颗还正常吗 他就说这个感谢关心细节 一些内容回答 就是让外界觉得 没有负起责任 或者是一个很糟很糟的 危机处理方式 雅明 首先当然这个是一个悲剧 但是我们 我觉得与其去 因为现在都进入司法阶段了 包括这个行凶的 包括中间有疏忽的 现在检掉都在侦办当中 现在整个社会有一股怨气 怨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孩子救下来 其实这个孩子 他的原生家庭已经很悲惨了 他是被社会安全网接住 没有想到这个社会安全网 破了一个大洞 让他又掉到一个蜘蛛网上面 被恶毒的保姆虐杀 然后旁边没有人可以帮他忙 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他被虐待 他要怎么说 他不会说话 你知道如果今天 现在很多很多这个 尤其是年幼的 在寻找保姆的 有这样的家庭需求的 这些年轻的父母亲 一定会很害怕 自己碰到这样的保姆 像踩地雷一样 但是要记得 最大差别在哪里 我们很多把孩子送去保姆家 是当天就接回来 而凯凯 她是一住好几个月 只有社工可以去 她透过访试的时候 才能看出里面的端倪 所以社工的责任 为什么很多人责怪社工 在这个部分 那社工如果你能够 发挥一点敏感性 比如说大家看到说 这个照片怎么样 或怎么样 其实也才三次 三次花点时间看 不用刻意脱衣服 你就说小朋友好像尿尿 我们带他去厕所换个尿布 有技巧的 对也许你就发现 他身上的瘀伤 或者是如果今天保姆 当你要带他去换尿布 保姆说不用不用我来 我来就把他抢走 怪啊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要从里面发现一些端倪 但我必须讲 就如同刚前就讲的 你知道我们的社工 低薪过劳 那这个我们都要感谢 我们的这个准总统 賴清德说功德台湾 过去他讲长照照服员 月薪加到三万元 做功德 现在的这个社会安全网 我们是 我必须讲 我们是靠这群社工朋友 建构出来的社会安全网 我们的公务员在里面扮演的 都是什么督导 外包 发标 我说不是生气 是把标案发出去 所以俄福联盟 像他们这些所谓的NGO 他们扮演是社会安全 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今天大家都行礼如頤 大家都只是 这个叫做应对 敷衍 省事 就只是 反正我来领一份薪水 我不用太认真 反正那个保姆有传照片来 我就把报告写一写 我就交出去 糟糕了 这个社会安全网形同虚设 所以我觉得 整个制度面的问题更重要 而 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个社工 其实他也倒霉 在民怨最愤怒的时候 剪掉去查他 而他就变成了那个剑靶 他有没有责任 这个让剪掉去厘清 但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有 什么伪造文术或什么 但终究孩子不是他杀的 我还是要强调 孩子不是他杀的 他在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发现一些 这个他因注意而未注意的部分 这个他要负他的责任 但终究他不是那个凶手 所以今天警方用这个手段 我们大家跑过新闻都知道 这个就是为了配合媒体 故意的 配合媒体 而且做秀 那何必呢 我觉得今天又跑出来 警方因为有民怨 又要说处分相关的人 也没有必要 这个就变父子骑驴了 那就表示我们整个社会 整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错 最麻烦的就是 我们以为稳固的社会安全网 原来有这么多漏洞 我不要听赖清德在那边讲什么 不要让他什么独自面对 出来讲一些冠冕堂皇 你只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破了 我们该怎么把它补起来 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一起来面对 今天儿福联盟 儿福联盟是卫福部 因为这个孩子要出养 他就得要透过 儿福联盟这样的平台 委托这个平台 去做出养的服务 这是卫福部委托的 而因为委托到保姆 就属于地方政府的环节 地方政府有仿事的责任 所以每一个环节 如果都多做一点 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今天就是因为 大家都少做了一点 这个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列污 把制度建立起来 而至于儿福联盟 现在我只能讲 因为林志佳董事长 我们也都认识 我们都采访过 他真的就是一个 平常就带着笑脸的人 碰到这种事情 我只能说你在这种状况下 他是一个老江湖了 还犯这样的错误 我是觉得这是他的公关灾难 但是儿福联盟 现在是自己的公关危机 自己要靠自己克服 你要怎么说服大众儿福联盟 能够避免未来的事件再发生 我觉得这是儿福联盟自己的功课 我们没有人能够去帮儿福联盟 去说服民众 说你有多有这个绩效 你要如何避免未来的事件再发生 甚至今天很多的民代 都会拿儿福联盟说 你拿了多少标案 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是台湾儿童福利团体的第一品牌 这没有话说 他成立三十多年了 他加大业大 你说四十几亿资产 其实跟很多台湾的NGO比 还不是前三名 只是他确实里面有很多需要被检讨 已经算强势了 跟很多更弱势的NGO产品 他还要去被检讨的是说 他的支出比例 他过去曾经被检讨 他的支出比例偏低 但是我觉得儿福联盟 现在最关键是 你的公关危机都过不了 你要怎么未来说服人 现在你被卫福部暂停 这个所谓的出养服务 这些弱势 请问谁帮忙借助 大官不要再讲口号了 什么2.0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不要再有另外一个下一个牺牲者 就是一直有人牺牲 大家 儿福联盟 现在45亿资产被检验 也是应该的 其中他的支出比刚刚提到了 为什么跟其他比起来 9成3 9成8的支出比例 他只支出了4成8 所以在各种资金里面 买个不动产都可以现金 几亿几亿的交付 现在大家讨论就是这件事情 那其中是不是因为缺保姆 大家去委托给 和服所认证合格的保姆 都出问题的话 那曾经像这个凯凯的外婆说 像这个单位说 我们之前嫌一个保姆 很想要加入这个组织 是不是你保姆不够 那可不可以呢 他就说因为保姆政策有变 所以没有再招新保姆了 好像是足够的咯 但卫福部说 要求暂停新收出养儿童 那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整个制度面的问题 讲到重点了要检讨之外 这两位恶保姆姐妹呢 现在看到大家关心 他过得好不好 因为他在里头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本人 他只知道他吃得好 睡得好 你看早餐直接菜单炸牌 还不用担心物价飞涨 吃的排骨汤 什么吃得好好的 而且说每天睡9小时 睡到自然醒 好 我们来想说 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大家会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但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整个政策 制度性的一个问题 你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你的小朋友的家庭不健全 你应该进入到我们社会安全网 但是我们竟然就是一个排球的概念 我们的公职单位不愿意接受 丢给了儿福联盟 儿福联盟 NGO 他凭什么来做这个事情 他还不就是因为公务人员 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我只要发包 我只要把案子标出去之后 未来会有什么状况 就是你儿福联盟的状况 儿福联盟跳出来讲什么 跳出来讲说叫这个诚信社工 要勇敢面对 政府单位不愿意负责 把他丢给儿福 儿福不愿意负责 把他丢给社工 然后社工就被上扣 移送台北地监署了 好 这个社工来讲的话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 他之前状况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有被约巡过了 但那一次没有变成被告 但是昨天就正式 当时是证人声音 对 当时是证人声音 然后这一次的话 我再猜应该就有查到 情文做大了 对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被告 你回头要来想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应该是社会安全网 一个一个把它给接住 但是并没有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社会局 或是我们卫福部 沉浸在一部分的过程当中 你用自己的公权力来进入 那效果就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凯凯给救回来了 你现在去质疑说 俄福联盟去质疑这个社工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的公权力 根本没有介入过 你就是把自己的公权力给限缩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外包出去 外包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你不要来怪我们 你去怪俄福联盟 现在确实就是发生这个事情 你这两个保姆 你当初现在要追究的是 你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认证的 你为什么会有办法来跟俄福联盟 来进行对接 你现在不只是说社工 他涉嫌伪造文书的 这个部分要来检验 你要不要去检验一下 俄福是怎么挑选 他的配合的这些保姆 就委托专业机构 本来是正确的 那委托专业机构 他们是怎么领选出这些保姆 对 为什么是领选出来的 然后当初这个 其实对凯凯来讲的话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不健全的家庭 前保姆一路照顾 那这边原生家庭要抛弃抚养权 这个前保姆要接这个抚养权 不是应该想办法把它对接起来 你既然是切断之后把它转出来 那你就要告诉大家 到底你当初是怎么认定 这个是比较好的 薪资的部分 引起大家的关注 他这个配比里面 他的支出的方式 是不是也是现在外界检验 这个东西来讲 其实当初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离奇 他这个48%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单子是2019年 2019年为什么会有争议 因为他在内湖这边 买了一层办公室 这个商办在内湖这边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他原本在哪里 我们都去采访过 他原本是在中山捷运站附近 中山捷运站那个附近 为什么要当初选那个地点 那就是因为你社工 你手上可能有很多的个案 你要跑来跑去 你内湖上下班时间 我们待会迟播完 要离开内湖都不容易 你竟然选择买在内湖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为什么这些钱 人家捐钱给你 不是要壮大你俄福联盟 我们捐钱给你 是要帮助孩子 对 我们就是不知道 哪些孩子需要帮忙 我们捐钱给你是希望你 用你们的专业去帮助这些小孩 48%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钱都到你那边去 你现在来讲你真的是NGO吗 你是不是一个皮修 你的钱只进不出 你都没有好好的 把这些东西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这个社工有问题 会不会有一部分的关系 就算他手上的案子太多 如果你不把钱积攒下来 你多请一些社工来 薪师费用这么高 难道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 是大家外界在質疑这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案子 也是觉得感觉心里有疑惑 我们不平 我们为什么让我们现在 惶惶不安的食安问题 被说黑心商人 因为他是之前被查到 已经六年前被查过 他被查到之后 甚至可以卖给不知情的业者 继续获利 而这个人很会做生意 李彦廷 他自己有各种身材的管道跟工具 本来这个昨天突然说 要拘押不成道案传唤 怀疑落跑 跑去抓人 警方赶快跑去把他抓起来 就高雄地院就裁定说违法逮捕 当你把他放走了 结果放走了之后 到今天上午再次的开庭 因为罪证还有相关涉案情节的严重 还是被羁押了 经过14个小时之后 那好啊 这位李彦廷是谁 律师还发了一千字的声明 厉害了 当我们因为他 很多品质性欲都很好的商家 或者是品牌都被他给击垮拖累了 他现在发出来的声明是说 这个企业是家族企业 十家公司 同一个公司 其实都是我的亲朋好友 人头账户的概念 他说这是常有的事 没什么 而为什么会验出苏丹红呢 可能是塑料 就塑胶带啦 塑胶带晒太阳放了 才会产生苏丹红 交叉污染 见鬼了 这长期这么多的苏丹红 变现出来是工业染料 不可以人体使用的 可以在塑胶带产生 这个连十素酶都觉得 就见鬼了 不可思议这个几率很低 这个声明一千字 到底在说什么 而他是谁 这位行头医生都是名牌的 劳力士299万 意大利时尚名牌的皮夹 脚踏车踩的是定价13万以上 他在4月的时候还写下 全新迎来16间电梯套房 要有这个更多的营生的管道 除了我们吃的喝的 他还逐人家高级的套房 这就是这次苏丹红 现在总算被落网的负责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 也是非常让大家觉得 匪夷所思 李燕廷他这位祖贤 你知道最早把这家公司的 样态揭发的 居然是立法委员 是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 在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质询的时候 他先讲出说 近5年有哪些公司 在这一波也爆发的 有哪些公司 近5年有进过苏丹红 其中就有金站 就有加广 就是他的这个公司 然后他发现说 金站跟加广 好像住址很近 他3月4号第一个预警 再来3月7号 他在委员会 直接把他的这个关系企业 9家公司列出来 说其中 这个龙海同济怎么样怎么样 一模一样地址 林淑芬在检调查出这些情节之间 基本上他都已经推论出一个大概 最后检调大概查出来 跟林淑芬所推测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当然我觉得李彦廷运气蛮好的 什么叫运气好 先80万交保 再来昨天被说什么一度失联 然后被逮 逃跑 结果居然 警方 这个最后说是因为拘票 他们用手机秀拘票 不合规定 所以当庭释放 所以今天 因为是用这个 交保 他们检方抗告 结果裁定 重新积压 今天才积压完毕 但是他里面讲的一些东西 视是而非 什么叫做企业常态 没错 企业常态 你看你知道什么叫有样谁样 我们去年讨论过有一家公司 一栋大楼有19家公司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家公司 云豹 但是云豹公司再怎么样 他不会去做这些非法的勾弹 他顶得了不起去 多赚一点 只有卷入行贿 目前有查到只有行贿 但是 但是以这个案子来讲 害命 对 你引入了这个所谓的苏丹红 是不应该加在食物里面 结果你居然说是 太阳照射 塑胶带 交叉污染 这种话真的 他敢讲我都不敢信 律师都敢帮他发出来 律师是不用帮他 有没有符合一般常识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他是怎么样的理解 可以讲出这样的辨词 就是什么 我们的卫福部可以讲说 牛肉是 美国牛是 这跟二保姆 说什么 他是为了孙中山 否则他不要这个 硬凹的概念 我的天啊 我真的很难想象 这些人他们到底是 在法庭 或说在这些所谓的 检查官别 他们到底在想象什么事情 而李燕廷最可恶的是什么 三月一号 三月一号 高雄市政府 查到他们公司的 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有罕丹红 验出来 把他这个宣布查扣 然后呢 报情检调 指挥调侦办的时候 同一天他跟他 现在是前妻离婚 脱产 就在同一天 所以 这很难 你看那天他说他失联 结果最后在他前妻家找到 离婚了 为什么你还去找前妻 是怎么样 在讨讨后续财产怎么脱 因为你知道吗 最后李燕廷除了刑事责任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对 这些大厂全部找他赔 商誉跟谁要 没错 都会找他来赔 那他今天 如果今天他脱产了 那他怎么办 我觉得这才是后面 如果今天有未来 他一旦被这个定了 这个罪责 后续很多厂商 连带的这些责任 要找他求偿的时候 可能会求偿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